2月31号 留意来新的团队只需包含至少20名外国宝负 同时逗留至少三天就不够申请加入计划 私人飞机不再是不好独享的交通工具 共享经济的到来让更多买不起私人飞机的人 也不够享受相应的服务 有宝的公司推出了一个共享飞机平台 不但大大降低乘客的费用也有助培养飞行员 驾驶飞机是保尔的兴趣 但这个爱好花费了他大量金钱 通过线上空台Windy 他找到了乘客和他一起分担飞行的费用 整合飞机的租金和燃油费等 平台寄账处与内乘客的支付63磅 又租是107星元 大量的是飞机的小岛并感到享受议证的项目 风险这个平台有15000人飞行员 在这一刻我们需要800,000飞机 而成为一个专业的专业的飞机 是100,000飞机的飞机 这是其他人的费用 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专业 网站也有针对乘客和飞机能的防线评级系统 以强强飞机安全的警网 现在的新闻就给您报报到这里 反正新闻我们还会给您报报 印度迷西亚一名小镇女子敢于挑战 特技模拖程的表演 不但像一名试图展示了女性的勇敢 也用特技为自己一个专业散美 才帮助家庭生计动用 感谢您收看 要是您有什么新闻线索 适合我们采访 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网站 将照片和视频发送给您们 我们的号码是828888223 接下来就把直接交给给拨量和清凯 谢谢起源 有几项购物新桥离今天起成效 不管是新竹或转售竹屋 如果你是第一次购买竹屋 那你将获得更多的新鲜 至于竹屋的类型和地点 你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而政府自2005年以来 第一次挑高首次购买竹屋的为人体现 你调一放关之后 新竹屋 入购竹屋和转售竹屋 哪一个对美台家来说更是新鲜 稍后的时间谎谈 我们一起来的房地产部 为我们分析新条例 对单身人士和家庭购乌者的新影响 请继续锁定 稍后的时间谎谈 交给你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改不改进 你没有问题 你自己也没有想看到问题 你压缩反 的确 很很 就是很在 你手都会这样抱着 因为如果真的 真的是没有觉得 整个适合 他的 我觉得是迷乱 我这样子看 就有很多事情 这个就是不随备的样子 不断谈 我是媒体员 星期一 晚上八点 大频道 明月天下超过 立即回看 我是媒体员 今天我们来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新房参加 新房参加 为什么会保持这个 那今天有多卡 今天会比一半人高 五倍 哦 那也有一个测试的方法 可以现在稍微激动一点 像个精血在你的面前 这个新房参加 还会导致其他严重的结果 新房不舒服地说 所以这是一个机具 小毛病大问题 星期五晚上八点八频道 你也可以向超个立即回看 小毛病大问题 路途遥远 美食难求 我住在西部 我想吃河东的好店银 送餐列车 运辟途径 集合小饭美食 让食客小饭各得所需 不要搞这么运 更多的营业额 人比较多了 认识我们 前庆之中 星期五晚上八点半 八点到 獅子手发 从文规划来讲 更像新大会 开启新石 在国外 你找到一个输入公园的基地 是非常重要的 从中国到东莽 点到一个年轻的孩子 在体育下国 星期二特写 星期天 寻找新编辑 9月17号起播 你也可以上周到同步观看 寻找新编辑 本节目是由 Varys的力度行李在组 想要您的业务更像一走龙 也渡过新加坡领先 广播广告研讨会 新编辑 Rainer Connect 您的朋友们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台台 让普罗多MG最新的促销优惠 迅速的抄达给广告的收入者 新编辑 新编辑Rainer Connect 让您的业务大棒光彩 了解如何通过广播 和数码媒体 快速接触您的目标客户 还能享有 最佳的广播广告配套 机会期限研讨会期间 10月7号到9号 经常会诊中心 每天7月10日 赶快ASMAS Radio的变化 7307 火灯路网站 Rainer Connect.SG 掌揭报名 车票 8309 火灯路网站 830 9 3 830 830 9 830 830 940 940 960 970 960 940 970 最近一起购买酒屋的家庭月入底线 从原来的12000元就超高到14000元了 当年15岁以上被第一次购屋 月入底线会从6000元增加到7000元 至于执行购买供应 月入底线将从原来的14000元增加到16000元 其中政府也更加了组合购屋提出的规则 你来看看 家庭月入底线9000元的首次购屋家庭 因为是购买私主屋、转售主屋 也购买地区或者是主屋内型 都能获得高达8万元的额外安置支帖 另外如果早上购买转售主屋 家庭月入底线9000元 也可以购得高达8万元的额外安置支帖 以及最高3万元的地区购屋支帖 如果早上购买地区14000元 还可以享有高达5万元的购买金贴 以及说 今今天一共可多达10万元 小鷹报告之后 谁将购买最多呢 这会大动作 又表示是还能满 是吗 王马上来请教教兵 好 马上欢迎今天晚上的嘉宾来自 罗那产业金贷 首先 刚刚 梁文贷 郭文贷 教练好 梁文贷 好 梁文贷 这次我们上的条例 其实做了蛮多的一些难点吧 整体来讲 最受益的事能之夜 其实这一次的条例 它主要就是很放胆 很多人都会受益 主要就是一些中低收入的 因为 如果你是中低收入 其实你得到的金贴是最高的 不过整体来说呢 它其实把整个财力放了一块 因为之前有很多设置 就是只能申请新竹 或者是四方式以下 可是这一次的它的金贴 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在城市服务区 会购买新竹 小树竹 或者是更大大型的旅行 对 就这一点我们看到 这次呢 今天把新竹跟小树竹 是可定是来一起考量的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会有难 而主要我觉得政府 它考虑的就是给买家更大的文化性 因为毕竟就是 你是要鼓励一些年轻的买家 可以有尊业的选择 或是靠近他们的澳门 或者是亲爱的那个地方 也可以就是说更快的拿到主意 所以他们就放宽 连这个转售族都可以 嗯 那么这个会提高的 力气 会帮助我们的转售族务市场 其实这个是相当肯定 因为毕竟如果 我是一个第一次工医者 如果说以前我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我要等大概两年三年 才可以买到我的新竹 可是现在放宽之后 我又可以得到今天 又可以去选择这个转售族 因为转售族务 毕竟它有它的好处 第一就是我会选地点 到地楼 就是那个主意的类型 还有就是说装修 还有就是会靠近我的父母亲 或者是亲人的那个地方 嗯 那根本来看哦 因为现在转售族务 越来越吃香 你觉得会不会影响 新的义购族务的买期 更多义量 可是不一定 因为啊 毕竟这个转售族务 跟啊 义购族务它的价位 还是有差距 嗯 所以第一次买家 我们就知道说 他们可能预算这方面 会有一些啊 啊 啊 就是略处 他们的预算不是很高 所以如果说转售族务 那方面太贵的话呢 他们还是会挑一转售 嗯 嗯 毕竟那个那个价格 还是会比较多 嗯 尤其是那些成熟主书 比如说我的父母是去找一个成熟主书 那如果我要去购买 那个价位可能不要好 我可能还是会转上那个新的义购族 嗯 就是呃 也主要意思吧 就是成熟主书 算到金费加起来 他的价格可能好比较 还要贵 对可能 现在的 那个价格差差距大概是 百分之二十三十左右 嗯 可能 啊 价格更大 更多 那这样的一切挑选哦 嗯 过去几年我们也没有看到 主书的价格有很大的幅度嘛 嗯 然后那个施展那一方面 啊 因为政府也是有很多条例 嗯 再来来就是啊 放反那个 上人的那个趋势 嗯 所以目前现在的价格会 非常的有势力 嗯 所以我相信这些 主乌提升者 有可能就是会 利用这一次的情况 紧快的去 啊 啊 进入这个市场 啊 那如果没有啊 啊 啊 但是如果首次购乌者 你会建议 现在要转秀吗 还是 新的预告主乌 还是 因为现在就 今天的额度都不一样 嗯 对 其实一定要呢 还是要看到 你说啊 那个买家 啊 本身 如果说他们 呃 有计划说 啊 某一个家庭 或者是需要 妇女来帮助他们 以后可以带 你 带到小孩子之后的计划 有什么 其实呢 这个转秀体那方面 就会有在 这个很大的市民 嗯 畢竟他们可以选择 嘛 靠近他们的地方 对 如果他们没有这一个计划 那边还是想要 嗯 全新的 看着一切都是新的嘛 对 就继续要去 啊 啊 而且有些人 他们可能 可能有计划 这样快的去 去啊 就是租进去 但是可能 我们先 抽出了 两三年之后才结尾 啊 这样 这样的买家 可能就是可以去 啊 嗯 是 那一般来说 我们说市场啊 都是根据这个 工需的这个 关系的不断的调整嘛 对 或者价格嘛 而如您所说 现在有的今天呢 很多年轻人可能 不管什么人 为了找一点 拿个房间嘛 呃 纷纷那也差不多 会底线高了嘛 对 把多次买这个 这个 这个 价格分不高呢 其实呃 呃 根据 终极的数据呃 呃 呃 这几年下来 会看到 大概两万五千到三万套 这个 这个 就是 呃 就是 这一部分的 也是个转售 也就是说 那个 转售市场的功能也会增加 啊 那再加上其他的 那个 工运它还是会继续增加 就短期内 不会有很大的 对 这短期内 我们不会看到很大的变动 而且 买价现在比较就是 就是 价格都很特别 嗯 他们几乎那个 几乎那个 几乎的网站都会看到那个 最新的转售价格 嗯 所以你要叫一个 非常高的价位 人家看了之后 他比较一下 他会比较一下 他会比较太贵 他会比较太贵 他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嗯 但是有人还是说 现在就是 是不是房价要越高了 所以政府才要提高 购买新股工的这个收入底线 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房价高 因为我们 我们是听到的 这个消息 都是 就是最贵的房价 嗯 我们都很少说 去听到最便宜的房价 嗯 而且房价那方面 其实都是各自 有的选择 OK 比如说 一个私房市族 它可以 五六十万 七八十万 多元 如果它地点是非常适中 而且很 很适应的一个地方 可是呢 它便宜的市房市 如果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乌兰 或者是玉树 这些地方 可能三十几万 你会买得到 所以其实 在屋价那方面 就没有看到协助的增加 嗯 买家还是有很多的选择 要看看自己本身的预算 如果你预算 好的话 你搭的话 你就可以去选择 比较好的一点 比较昂贵的一些景点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还是要看得一些 比较 价格比较低的 比较 就是 可以买得下 嗯 应该来说 这个收入点限 肯定是有一部分买家 相对来说 比之前的计划要分数一点 对 因为它可以降低一些标准 对 那再加工津贴 价能真的对 这个买家 呃 贷款来说 会比较一点的压力 对 金石贷款 那方面政府也是有很多条例嘛 就是那个贷款 啊 啊 常货率已经是 有受到一些控制 也就是说 你现在放宽 你的津贴多了 你的贷款的 啊 这个数据就可以增加 嗯 特别就是说一些 收入比较高的 可是收入比较高 他们贷款可以高 他们也会讨论说 我去买市债 嗯 所以其实贷款那方面 还是回到这个买家本身 他自己要做一个预算 要很清楚知道说 我每个月要公的这个 啊 贷款是多少钱 嗯 如果他们 从空基金那方面 可以支付一些 再加上这些津贴 其实都会减轻他们的负担 而不是增加负担 嗯 那么这个条例刚推出 有些人就会问说 诶 那么之前 前阵子才刚刚买房子 没有享受到 DK的福利 怎么办啊 差一天两天了 这个好像 驾车这样 过这个闸门 嗯 其实每个条例 他不管是 十一天早一天 都会有人 受益 有人就是 没有得到 啊 反正 我拿我做比方 我都没有 机会 达到这样一个金钱 嗯 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 可以拿进街 我们没有本事嘛 嗯 可是当你有钱买的时候 你的收入率超过 这些觉 我? 对